地球消失长达约300年的一种冰围的候鸟 多年来经过保育人士的努力又重现生机 不过这些人工饲养的候鸟不熟悉野外的生活模式 更不知道该如何迁徙 在德国由保育人士组成的团队 担任了这些候鸟的养父母跟飞行教练 开着轻航机带领这些候鸟飞行 培养他们迁徙的能力 1988年加拿大一位发明家 带领加拿大野宴飞往美国佛州的故事 被改编成电影返家十万里 21世纪的今天 有保育人士架着超轻航机 带着兵围的候鸟学习如何迁徙 名为隐玄的候鸟 曾广泛分布于北非 阿拉伯半岛和欧洲大部分地区 17世纪因为人类猎杀而灭绝 消失超过300年 保育学家透过人工繁殖 成功富裕隐玄 如今有将近300只 人工饲养的隐玄 尽管仍有迁徙的本能和冲动 但因为没有前辈的带领 往往盲目乱飞而丧命 德国这个团队现在负责担任 隐玄的养父母和飞行教练 一摩托灭 36鸟 我们永远有200至300米 航空风 让我们迁徙 所以完美 学会如何迁徙 未来这些候鸟就可以脱离人类的保护 自由自在地飞翔 刘雍伟编译 我们下期见